好有民眾目擊拍下天團 五月天出現在新宇航空飛機前的畫面 很驚喜猜想說是不是有什麼合作 那對此新宇航空低調婉拒受訪 只回應說五月天是在拍MV 而不是代言人 不過因為五月天的英文團名叫做Mayday 有一些航空業的人就覺得說 這個詞彙好像有點不太妥當 先來聽一下前機師怎麼說 我們遇到緊急情況會有兩個 一個叫PAN PAN PAN 我把他翻譯叫做痛痛痛 這是比較不那麼緊急 但是有點緊急的情況 那如果說是喊五月天的話 Mayd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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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很緊急的情況 甚至於飛機可能喊完就會失事的情況 所以感覺到確實是蠻不吉利的 好 那麼其實查一下航空的英文詞點 Mayday這個詞的意思 就是代表危險呼救信號 但如果發現說沒有緊急情況下 還亂喊Mayday的話 不但是會面臨罰款 嚴重還會吊銷飛行執照 永遠無法再開飛機 不過其實也有另一派的機師 他們是持中立的看法 覺得說不用太迷信 太擔心 而旅客本身也覺得還好 甚至有人覺得說 星宇航空有可能就是 故意反向操作要製造話題